第一小題 他說有三組數據 你看一下 然後他們相關係數分別為 R1 R2 R3 拿筆大小 那怎麼辦 找相關係數要找誰 找相關係數 你當然要知道什麼東西 μx μy 然後還有什麼 sxy 這要把它找出來 第一個觀察的話 你看一下 甲乙秉的X部分 是125779 125779 所以我可以事先知道 甲乙秉的算數平均數應該一樣 Y的部分的話 是613784 147836 還有371864 其實數字也都一樣 換句話說 算數平均數Y也應該相同 對吧 那既然這兩個相同 那到底什麼也會一樣 你知道嗎 它的離差平方合也應該會一樣 對不對 也就是說它的那個 SXS 跟這個你的SYY 也應該一樣 對不對 因為 算數平均數一樣 那我擠到每一個每一個 在平方之後應該也會相同 只是順序不一樣而已 對不對 平方完又一樣 可是呢 這裡的XXY 就不一樣了 所以唯一不一樣是這個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假的部分 好 假怎麼算 剛才公式還記不記得 我們有個公式啊 是不是X1Y1X2Y2 然後呢 減掉 N倍的這個什麼 N倍的這個 μXμY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都一樣 比較比這個就好 啊這個越大呢 代表什麼意思 我前面這個越來越大 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開始算吧 來加多少 就直接乘 1乘以6 2乘以1 5乘以3 7乘以7 7乘以8 9乘以4 然後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是 6加2加15 加49 加56 加36 好 所以總和多少 總和是164 那乙的話呢 也是一樣 乘 直接乘就好了 因為其他都會一樣 所以變成多少 1加8 加35 加56 加21 加54 所以算出來的結果是175 好 那丙的話呢 也是一樣 直接乘 OK 好 那你乘出來的結果是3 加14 加5 加56 加42 加36 那總和是156 OK 好 那算出來的結果很簡單啊 因為我們的公式裡面啊 我們的這個相關係數得什麼 等於N倍的 對不起 應該是等於根號 根號 SXS 根號 SXY 分之 SXY 那大家這個地方應該都一樣 分母都一樣 看分子就好 所以很明顯 答案誰最大 答案是 1最大嘛 所以是R2最大 那大於誰 第二名是 1 那個假的部分 所以是大於R1 最後就是大於多少 R3 好 這樣會啦 OK